據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週四的新聞公告 這些來自中國的39,243件假冒產品 分別於7月19日和7月30日查獲 產品包括手袋、運動鞋、帽子、錢包、背包 手機殼和皮帶等 盜用的知名品牌包括古池、迪奧、香奈兒 聖羅蘭、路易威登、普拉達、芬迪、巴寶麗等 如果都是真品的話 這些貨物的總價值超過5300萬美元 近期被美國查獲的中國假貨種類繁多 除名牌商品外 還有假駕照、假槍枝、假鈔、假口罩 甚至還有假冒的基督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徽章 會引發嚴重的安全問題